嗨各位我是錦川一 新年永遠宛如一早起床換上一條新的胖刺那樣的神清氣爽 嗯…倒是講到過年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嗯…對的返鄉啊各位 所以沒錯時隔半年錦川一終於再度回歸老巢來講啾啾了 呼…回家的感覺真好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某個住在一座偏遠小鎮的 過著像植物一樣平淡無奇生活的辣個男人 首先講到啾啾的任何一部作品 我們畢竟都能先強烈的感受到其在主題還有調性上的不同 如果今天呢 我們要來講的是一個留著英雄血脈的勇者後代 他與同伴們踏破千山萬水的萬里長征的話 那他最終必須面對的大魔王 就也畢竟是那個糾纏著他們家族長達百年的恩怨世仇 如果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吊兒郎當風流瀟灑的印第安娜瓊斯 他為了尋找某個詛咒的古代文物而四處旅行的冒險奇遇的話 那他最終必須面對的大反派也很顯然是某個 從遺跡裡面復活的古代生物 那我們再做個假設喔 如果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發生在一群生活在這個小鎮的春日部防衛隊 他們每天有點奇妙的生活冒險濟世的話 那各位覺得 他們會面對什麼樣的危險呢? 好吧我想會點進這支影片的人心裡大概都有個底了 我也就不再賣關子 99第四部不滅鑽石的大魔王 疾良疾癮 就是這樣的一個危險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主題是 疾良疾癮為什麼是Jump史上最弱卻也最具危險性的大魔王 沒錯他並不跟迪奧一樣陰魂不散 也不跟卡茲一樣強到逆天 甚至也不跟老闆一樣把自己的真面目藏著死死的 事實上他的存在就跟我們的主角東方藏住他們一眾人一樣 就只是渡王庭裡面眾多怪咖中的其中一個比較危險的傢伙 聽說這個陣子上住著一個只要說他髮型壞話就會發表的不良少年 聽說這個陣子上住著一個看到蒙娜麗莎的手就會勃起了神經病變態練手屁啊 就如疾良他出當場時的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叫疾良疾癮 33歲未婚不抽菸偶爾小酌 每天晚上一定會喝一小杯的熱牛奶 然後坐個20分鐘的伸展操就去睡覺 這樣如同植物般平凡無奇的生活 就是疾良疾癮最大的夢想 只不過呢 作為生活上的一點點小小的情趣 他時不時也會物色幾隻感覺好一點的御手 然後把他們帶回家好好疼愛罷了 沒錯扣掉疾良本身的變態嗜好 那他其實跟帳助他們一樣 就是一個陣陣當當的渡王庭居民 有趣的是你時不時就會看到疾良他混在背景的路人裡面出現下下 可能在等紅燈還是在打電車之類的 還記得揪三的Dio 宅在烏七媽黑的飯店裡才快整整兩個月嗎? 是的就跟RPG裡面的BOSS你不去打他 他就會永遠處在那裡閒閒沒事幹是同一個原理 可是疾良疾癮這個魔王他卻有著非常完整的生活作息 疾點起床疾點睡覺 甚至連興趣跟吃午餐的絕佳場所都有 必須說這個概念放到1999年完全可以說是極為超前 他就是一個潛藏在這個看似平凡的小鎮的某個不為人質的怪東西 這就是黃墨菲里原他在創作第四部這個以小鎮奇遇技為主軸的部署時 特地為帳助他們量身打造的大魔王 住在這裡的人們可能永遠不會注意到原來這陣子上有這麼危險的存在 只不過你可能就是這麼剛好的在馬路上跟他擦肩而過 你可能就是這麼剛好的買到那一顆他用斷枝戳破的麵包 要是你的手長得太漂亮那小心 你可能就是他的下一個目標 那麼到底這樣一個過得這麼低調的大魔王是如何被牽扯進主線故事之中的呢? 這裡我們就得看到第四部第十七話的 吉良靜子想平靜的過日子這一集 在某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 吉良與他的現任女友正快快樂樂的在書印底下吃午餐 吃到一半的時候 吉良愕然發現這隻手好像開始有點藏不住味道了 所以他決定好吧是時候去找下一個目標了 你知道不是有很多人很喜歡玩我的小左還是小右就是我的女朋友這個梗嗎? 誰他媽敢再玩就把這集秀給他看 只是呢就在吉良把手放到午餐袋裡的那個瞬間 突然間胖中的跳出來把他的袋子給拎走了 是的沒錯原因就是這麼無聊 所以他只好趕快追上想辦法在他打開前把袋子給搶回來 可是就跟現實中你極力想要隱藏的秘密永遠 都會因為那一些無聊到不能再無聊的原因而逼抗一樣 因此吉良這裡也別無選擇 只要把所有運氣不好的目擊者給通通滅掉 吉良經營的替身殺手皇后Kira Queen 有把所有他碰過的東西變成炸彈或者炸彈開關的能力 這個替身能力的靈感非常有可能是來自同名歌曲的這段歌詞 而他第一次亮相就把胖中給虐得毫無還手之力 最後在胖中插那麼一滴一滴就可以打開門向帳柱求救之前 吉良就已經把門把變成炸彈開關 胖中 足 如果要排99史上最讓人胃痛最殘忍的便當的話 我敢跟你保證 胖中這一個絕對不會掉出前三名 不過事情當然不可能到這裡就結束 吉良殺死胖中的時候在現場掉的一顆西裝扭扣 非常幸運的幫助藏珠一型人成功抓到了吉良的狐狸尾巴 常看電影的人大概都會有一點概念 就是這類比較高端有點格調的連環殺人模型的反派 他們通常對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都會有蠻嚴重的潔癖 無論是我剛講到的生活起居 還是愛用的品牌或者長天音樂等等 這些元素不僅能夠很有效的建立起角色的個性 更是一串幫助主角追查的麵包屑 總之後面就是吉良跟葬住一型人的攻防戰了 首先因為吉良平常只會去特定一家也能幫你縫扣子的鞋墊 所以成太郎跟康一很走運的追查到了扣子本來的主人 但是人家前一陣子再怎麽樣也是差那麽一點點就要被抓包了 所以最近幾天不管做什麽絕對比平常還要謹慎 就在康一差那麽一咪就要瞄到西裝主人的名字的前一刻 殺手皇后的2號炸彈穿星一擊小坦克即時攔截 於是兩邊就打了起來 我剛提到的潔癖是這類大魔王他們很常有的一項特色 而吉良景在這一票人中也絕對算是毛特別多的 看到裝衣的對象馬上來一波自我介紹 不願意跑路是因為他就是想住在渡王艇 而且你這一輩子有看過哪一個大boss 因為受不了人的襪子穿帆 所以差一點就要被提早收掉嗎? 最衰的是他還碰上了全座最不講理的行走外掛 只是吉良也反應非常快的自斷手 抓了個身高體型差不多的人當替死鬼 加一個可以幫你換臉的替身死者 在基本扮強迫帳助幫他治療好的條件下 換掉自己的身份跟外貌 化身成了一個全新的人成功甩掉主角群 多少大魔王 單純靠著劇情需要這個外掛 不管吃了多op的大招都有辦法直接強行無傷 搞得好像前面的回憶殺BGM跟覺醒都玩假的一樣 直到最後可能再被主角方的另一個更強的外掛給秒殺掉 可是同樣 我們再看到吉良吉穎 假裝求饒 被平均智商180的揪式主角給一秒看破 自行斷手 痛到哭 但他連滾帶爬終究還是逃過了一次危機 為什麼?毀滅世界?征服宇宙? 都不是 只為了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一覺 主角跟反派之間的較量很容易落入一個觀眾一邊覺得主角外掛開太大 另一邊又覺得反派這張堪憂的一大原因就是因為 這些魔王他們一開始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他們只有被強調強的部分有多強 但弱點卻大多被設定的太模糊了 所以到了最後劇情通常都幾乎會落入一個比誰的拳頭比較大顆 要不就是誰的嘴盾比較6的窘境 或者要是真的想不出解法 作者可能就得強行控制反派的嘴巴 操弄他們吐出一堆屁話 讓主角有一個空檔可以強行開大絕 或者使用同伴之力把他給收掉 但是放到究室你完全可以感覺到主角VS反派之間的條件是對等的 一邊人少一邊情報少 這就讓雙方之間的較量更像是一場你來我往的刺激比賽 這樣的情況換到後面 杜王廷最強小學生川考找人 VS 更名換性成川考好作的脊梁脊影 兩邊的攻防戰也是一樣的 一邊手無伏擊之力 另一邊也得想辦法辦好心的身份 脊梁陷入一個左右為難情況的次數 絕對不亞於主角群的任何一個人 而且真要算的話 觀眾跟著脊梁是也在發展劇情的極數 可能還真的不會比我們跟著抗一、仗助或者找人還要少 好吧 到這邊 我們終於要來講殺手皇后的第三個能力 敗者成城了 敗者成城只要對方被指定為第三炸彈的對象 那他只要一去嘗試告訴別人兇手的真實身份 所有被告知的人就會全員爆炸 然後實踐再度倒回前一個存檔點 講到敗者成城 這我可能就有點意見了 因為很明顯 這個能力實在是有點踩在那條過於OP的界線之上 而且後面究究的劍能力很明顯被玩壞了 但是我得說 找人這樣的一個傻批都做不了的小學生 靠智商破除輪迴的部分真心也是夠精彩 足以讓我盡量去無視那些轉的比較硬的點 仗助VS極良的最終BOSS戰也是好看的一個不行 好吧 老實說 這場戰鬥在我心中也直接是99史上最好看的製造了 經過了兩邊 你來往往的互相套路跟拳打腳踢後 異態復活 康醫 陸犯 成太郎也全員趕到 極良終於被逼到了絕境 但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極良早在貓草被無效化的那個瞬間他就已經輸了 剩下就是他垂死掙扎跟還債的部分 極良先是吃了第二季來自前作主角的惡意外掛 再因為自己的變態示好而開始不受控制的自我介紹跟欣賞那個漂亮醫生小姐姐的御守 最後非常衰的被救護車給輾過 極良吉隱 足 那個十多年來殘殺不知道多少人的變態殺人狂 結果最後落得的竟然是這樣的一個事故身亡的下場 而且巧的是 四千 他剛好說出自己的名字叫極良吉隱 巧的是被輪胎輾過頭的時候 他整張臉乾淨的被剝了下來 巧的是 替身使者殺人大概也沒辦法用實質的證據來證明有罪 乍看之下 你一定會覺得這一切實在是都太套路了 大魔王的死法竟然是這樣 的確讓人感覺有點五味雜陳 不過呢 最後還有這一段 極良再度碰上了他這一輩子殺過的第一個目標 然後被那個第三次被荒木老妖拿來玩的不能回頭的小巷給拖到了黑暗的深淵 一切來的都是如此的剛剛好 剛好到像是命中注定 這時我們一路往前回溯到極良的日常是如何被破壞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其實一切本來就都是湊巧 不管是路半剛好發現了一條地圖上沒有的小巷子 胖仲剛好跟極良在同一家店買午餐 康伊剛好那天襪子穿返 還是救護車剛好連皮帶點把他的頭給碾爆 通通都是偶然 但也正是這些偶然雕刻出了極良精最後的命運 當然如果你想說千錯萬錯都是二喬的錯其實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提了 OK 回到開頭我們說的 極良精為什麼是這樣史上最弱卻最危險的反派 是的 沒錯 極良他打從一開始就完全不是當傳統大魔王的那一塊料 沒有遠大的目標 沒有強到毀天滅電的能力 還有非常嚴重的強擴陣 但也正是因為荒木老師打從一開始就鐵了心要搞一步 徹底跟究三這種王道冒險相反的新系列出來 所以最後才成就了極良精這一個問題一堆充滿人性缺陷 站在三部的Dio前面絕對被秒殺 但偏偏就是讓人感覺比一個身體能再生 能力是暫停時間的吸血鬼還要具有威脅性的大魔王 真正的危險不是躲在遠在天面的魔王城 而是藏在你每一天生活的四面八方 這個反派有清楚的弱點 有簡單的目標 受過跟主角同樣多的傷 吃過跟主角一樣多的苦 以及最重要的一個看似湊巧 實則一切都是因果輪迴的命運 最後讓我差題不講一件事 可能會有人看我一路下來黑了Dio好幾遍會懷疑我是不是真的這麼討厭Dio 嗯...摸著良心講 如果單看第三部的Dio的表現的話 那...對 他在我心目中的確是JoJo有史以來最無趣的大Boss沒錯 不過如果是單講第一部的Dio的話那我是很喜歡的 好的今天我們的脊梁專題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我是錦川一 JoJo的角色雖然六部的動畫可能還得再等一陣子才會出 但我要是有空我應該就會做個幾期來聊聊機構比較有話講的角色 好我是錦川一我們下部影片見